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出生时间 有人在那边问说 老师到底八字的出生时间是要怎么计算 是要投出来了以后 还是要整个出生以后 各位 很多人一直在争论这一种情况 会跟各位讲 我们八字的时间是出生出来以后 医生屁股你叫出来的 那时候哇哇大将 那时候时间 为什么 你假如又投出生的时候 这时候他虽然有生命迹象 他能不能活下来 不知道 假如你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应该在肚子里面他就有心跳 他就已经有生命迹象了 应该就要在怀孕开始有生命迹象的时候 就要算他的八字 各位 就是因为不是这样 因为他要出生了以后 屁股打下去 婴儿哇哇叫 他的生命旅程开始正式启动 因为他会呼吸了 这时候才是真正的状况 不然的话 按照投出生 这时候还不会呼吸的情况下 他的生命虽然有在跳动 正不能算他的八字 假如这个可以算他的八字 受孕期间 他只要在你的妈妈肚子里面会有心跳声 就应该要算他的八字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出生时间的定调 出生之后哇哇大夫的那时候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